以为我能看到这样的亚运会开幕式烟花秀 前天晚上我沾上花围 想带上我的户外客厅 去城市阳台跟烟花秀合个影 这路风的感觉遥遥无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了 我赶紧让司机拉我到最近的地铁站 就把地铁 一下地铁到城市阳台 那还有一点多这个 也有个小一公里路 只能试试看了 哇哦地铁站没人 地铁多开出了一站地才让下 预期的一公里居然翻倍了 你们也是去看灯光社是吗 对 他们是乱去去啊 对他们说走到大圆球地方就到了 走到近前还没来得及高兴 太晚来了 这边已经指出不进 不死心的我一直站在栏杆外等 一名志愿者问我的投射是什么民族的 交谈之下原来是泉州老乡 居然是老乡 我是南安的 我也是南安的 我轮头啊 我老当 这个就是东海 平补女的投射 老乡拿出一把凳子给我歇脚 刚才后面几个小兜哥问我 衣服后面是什么符号 箱子上写着什么 我会拍一些视频内容 在客厅跟大家聊天 我都没洗 可以拍你们吗 我都懂吗 好 我还去两个 好 果真全国的帅哥都来杭州执勤了 将近十点时终于放行 又遇见一位泉州姑娘 小姐姐问 这是不是赵丽颖同款花围 小姐姐们有空一定要去我们泉州玩去灯花 小屋子也可以灯花 他们有好多男生灯花也很好看 大家一起合谈 喇叭上通知今晚没有灯光秀了 呼吁大家早点回去 就在这时 我开了会直播与老茶友们分享 路过的人对我的头饰很感兴趣 都说浙敏一家亲 在杭州走两步就能遇见老乡 打车回家时 司机夸我的头饰真漂亮 杭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阿拉伯番商带来了异域的花卉 寻谱女将这异域风情 沾成一座移动的头上花园 我现在这几个富的地方 包括现在古文化 对 发觉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规范 对 现在已经兴旺起来了 看到我们已经的古文化了 缝隙给大家看 要懂得中国的古文化 对 懂得我们文化的来龙与去 话说回来 开幕现场的观众 你们拍到数字人了吗 我们拍到这个视频